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人狂魔 贾文革 什么叫叫人呢 他杀完人之后啊 都扔到地窖里边 这案子挺大 当时也是非常的轰动 但是呢 现在实在是找不到更详细的侦破计时了 咱们就简单的给各位讲一下 不想活上那河 这句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广为流传 那时候啊 您就是告诉外地人 那河满地都是金砖随便抠 都没几个人愿意去 九十年代正是全国大搞改革开放的时期 很多做生意的人那都不敢去那河 这让当地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句话就能影响一座城 发源于小兴安岭西路的那摩尔河 蜿蜒曲折一路向东 最后毁入嫩江 那河市就是因为那摩尔河而得名 这地方啊 盛产甜菜和马铃薯 除了汉族之外呢 还有二十四个少数民族 它还是清朝皇后宛容的祖居地 哎 祖商住在这儿 本来呢 是一座美丽富饶 人节地灵的城市 却因为一九九一年的一桩杀人大案 恶名远播 咱们前面讲过的白银谋杀案 是中国的十大案之一 但是它排名在奇案变态案的第一 而那河变态杀人案和他相比毫不逊色 这起案件令人恐惧的程度 一己 正是因为这些特点 那河成了惊悚之地 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呢 却是一个面目清秀俊朗 身材高挑 看上去丝丝纹纹书生模样的人 他的名字叫贾文格 说起贾文格 在那河那肯定是没人不知道 就是放到整个黑龙江 不知道贾文格的人 哪都是少之又少 这人是土生土长的那河人 您别看他斯文 却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 疯狂变态的杀人恶魔 他的疯狂残酷 已经没有任何文字 可以描述清楚 有人呢 把世界第一杀人魔王 亨利·李·卢卡斯 说成是十恶不赦 那这贾文格 就是百恶不赦 贾文格从1990年7月 到1991年8月 仅仅一年的时间里 伙同其他四个人 抢劫 强奸 杀人 疯狂作案 几十起 先后杀死42人之多 这是官方的数字 而民间的传闻 远不止这么多 90年代初的中国 人们的思想呢 还相对封建 在男女关系上 看得非常重 除了夫妻之外的关系 那都是作风问题 这种问题呢 也是十分严重 很多人会因为 这个丢了工作 轻一点的呢 也别想被提干了 贾文格就是这样 他原来是 那何氏的一名工人 那时候工人 还是挺吃香的 工作稳定 工资稳定 铁饭碗 贾文格因为长得帅 工厂里的很多女青年 都愿意跟他交往 他呢 又有一张 能说会道的嘴 很讨女人的喜欢 就有好几名 年轻漂亮的姑娘 在他各种手段之下 跟他发生了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这种事 当时人们是非常抵触的 工厂里出现了这种情况 厂领导震怒啊 毫不留情的 就把贾文格开除了 丢了工作之后 贾文格更是整天 无所事事 生性风流啊 经常的招风引蝶 嫖娼 有时候呢 还把女人带回家里 这就过分了 他有媳妇啊 本身没收入 还拿着媳妇的工资 出去花天酒地 去嫖妓 媳妇实在是忍无可忍 跟他离了婚 工作没了 媳妇也没了 他这生活呀 更是信马油将 经常和社会上一些 师祖女青年 混在一块 哎 现在这名字好听多了 师祖女青年 这样的日子呢 他没有经济来源 生活也是一天比一天艰难了 你虽然说长得帅 但跟你在一块 连碗豆腐脑你都不请我喝 那人心里还是别扭 慢慢的呢 就不愿意跟他在一块了 贾文格一看 这不行啊 穷则思辨 很快 他想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他把这个罪恶的魔爪啊 开始伸向无辜的人们 干起了杀人抢劫的勾当 这种犯罪的欲望 一旦蒙发 人就会越走越远 最后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1990年7月12号 贾文格在这街上逛荡 其实呢 他是在物色下手的目标 没多长时间 一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姑娘 不灵不灵的就过来搭讪来了 跟他借火点烟 其实就是呢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做点买卖 贾文格呀 描了一眼这女人背的胯包 一看挺时尚 人挺时髦 背着包呢 也值俩钱 看来呀 有点搞头 这女人想做笔买卖 贾文格也想做笔买卖 她赶紧掏出打火机 给这女人点上 俩人呢 各怀鬼胎 就这么聊上了 没多长时间 他们俩就一起回到了贾文格的家里 一番云女之后啊 这女人呢 还闭着眼睛喘气呢 却突然觉得 有一双手 死死的掐住了她的脖子 没多长时间 这女人就再也不动了 毕竟是头一回杀人啊 贾文格有点慌 脸上呢 还被女人挠出了一道血印 心扑通扑通的乱跳 她在女人的身上 一共找到了几十块钱 出场杀人滋味的贾文格 由惊慌到兴奋 然后呢 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感 血腥的气息 就像毒品一样 侵蚀了她的心灵 杀人的满足感 让她无比的兴奋 从那天开始 她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恶魔 从此 那河上空布满了恐怖的阴霾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那河市有二十多人神秘的失踪 公安局在调查当中 查不到一条有用的线索 案件全部陷入僵局 这时候呢 一般民间的谣言就该起来了 这个说 哎呀 从哪儿哪儿哪儿逃出了一个杀人犯 那个说 不是人干的 这老天爷收人了 在这个期间 贾文格找到了几个跟他臭味相投的人 他伙同李春梅 吴凤之 利用招嫖 勾引等手段 实施强奸 抢劫 杀害等行为 一时之间呢 那河人人自卫 没有人敢在夜里单独出门 发生的这一切 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还惊动了党中央 不瞎说 真惊动了党中央 外地的府上 再也不敢踏足那河一步 那河 已经被外界称之为 匪城 咱们呢 还得说一个女人 她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 可是死里逃生之后 她没有报案 而是选择成为了恶魔的帮凶 这个女人叫徐丽霞 是那河市的一位普通女工 结婚之后 和丈夫的关系呢 不太融洽 经常小打小闹 这一天呢 又跟丈夫 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起来了 心情不好的徐丽霞 一气之下冲出了家门 来到火车站附近 散心 在那溜达 那一天 贾文革 也在火车站溜达 不过 他可不是来散心的 是来狩猎的 他远远地看见徐丽霞 这脸长得不错 穿得也挺好 一个人 这东走西逛的 他以为徐丽霞 是卖淫女 还是师祖女青年 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啊 寄生着很多这样的女人 他们每天都到火车站 向南来北往的旅客 招揽生意 贾文革就凑上去 跟徐丽霞 叛谈起来 这时候呢 徐丽霞这心里啊 正是堵得慌 没处发泄 见有一个帅哥 过来搭讪 他心里啊 还是挺高兴的 很快 在贾文革 巧舌如簧的攻势之下 徐丽霞 跟着他 回到了住处 他做梦也想不到啊 自己正在一步一步的 走进魔鬼的陷阱 两个人回了家之后啊 干柴遇见了烈火 迫不及待的 就发生了关系 还是在那种 特别美好的时候 徐丽霞 跟前辈的女人一样 就感觉自己这脖子 让一双大手 给死死的掐住了 徐丽霞这个时候啊 本来就倒不过气来 再让人这么一掐 很快就没了动静 贾文革 看见这个女人死了之后 直接就把她扔进了仓库 咱们前边说了 她的仓库啊 是她花了很长时间 挖出来的一个大地窖 可谁知道呢 徐丽霞命不该绝 她只是被掐晕过去了 没死 在地窖里边 她慢慢的缓过来劲 这气算是倒云了 此下一望 看不太清楚 这一摸 这都是什么呀 离近了一看呐 三魂下掉了漆魄 只见地窖里 横七竖八的 罗着几十具的尸体 有刚死的 有刚臭的 有都快烂没了的 那个味儿啊 就别提了 这时候 徐丽霞终于明白 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她早就听说过很多 关于杀人狂魔的传闻 想不到自己 真就落到了 这个人的手里 这时候啊 她后悔了 好好日子不过 跟丈夫吵什么呀 吵就吵 我往外跑什么呀 跑就跑 溜得一会儿就回去呗 我这瞎约什么呀 但这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她只有一个念头 活命 人这脑子里 如果只有求生 这么一个念头的话 那一切都不可怕了 什么死人呢 鬼呀 全都不在乎了 这徐丽霞呢 把这死人 一个一个的拉过来 捋着这墙边 落起来 她踩着尸体 搭出来的梯子 爬出了地窖 非常不凑巧 她准备逃跑的时候 被贾文革 被贾文革发现了 她一看 徐丽霞没死 抄起一把铁锹 对着她脑袋就要拍 徐丽霞这时候 顾不得什么了 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就叫饶命 她一个劲的说呀 你别杀我 别杀我 我可以帮你 贾文革一听 可以帮我 她放下铁锹说 那行啊 留你一命 你以后啊 就帮我带人过来 打这儿以后 徐丽霞就成了 贾文革的帮凶 他利用自己的美色 勾引男人 到贾文革家里 贾文革 把他杀害之后 洗劫财物 您瞧 这不就是标准的 为虎作唱吗 这时候的徐丽霞 已经变成了一个唱鬼 在贾文革的手里 徐丽霞像狗一样活着 他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逃走 可以报案 但是他没这么做 1991年1月到8月期间 徐丽霞勾引了十几个男人 全都让贾文革给杀了 最令人发指的是 贾文革还把徐丽霞 徐丽霞骗来的两个外地推销员 刘启鹏 王文斌 先用喷射麻醉剂 迷倒之后 用绳子勒死 再用刀啊 剖腹 挖出心肝 用青椒爆炒作下酒菜 给吃了 还有更变怒 还有更变怒的 帅气的外帅 盖杀土 他的家 他的家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人类屠宰场 仅仅仅一年的时间 以贾文革为首的犯罪团伙 那和当时还是县 县政府呢 正在进行撤县涉事的工作 就因为这个案子 这项工作 被迫停辟 直到1992年的2月 县委书记专门赶到北京 汇报了 因为这个案件被停批的撤县涉事的这件事 而那时候 贾文革已经被抓获 这个杀人团伙的四名主犯 也在1992年的1月9号 被执行了枪决 到1992年的9月2号 那和县呢 才被批准立市 由齐齐哈尔市代管 据当时参与破案的有关人士透露 贾文革案的破获是个巧合 当时呢 他带着同伙和情妇到浙江作案 很偶然的 因为其他的案件 被当地警方抓获 一审有人说凸了嘴了 这个案件才水落石出 而这个案件之所以难破的 关键一个原因呢 是杀了那么多人 报案的却不多 一般人口失踪 家属会第一时间报案 而这个案件的受害者 大多是社会上的不良青年 失足妇女 他们经常不回家 家里人呢 也懒得管他们 爱哪儿浪哪儿浪去 通过调查得知 贾文革最初作案 是1983年的三月 那时候 他还只是和情妇王雁玲 进行盗窃而已 到了1990年的三月 贾文革的犯罪欲望 逐渐膨胀 盗窃 已经不能满足 他的心理需求了 他呢 开始拉拢团伙 还把妻子李燕珍 还有李秀华 徐丽霞 都拉拢为手下 先后流窜到长春 沈阳 海城 杭州 金华 三明 福建 厦门 宁波等地 犯下了累累的罪行 贾文革等犯罪分子 被执行枪决的时候 那河城内万人空降 警察压着他们游街的时候 老百姓停下所有的工作 全都赶来看 都想见见这个恶魔的真面目 据民间传闻 贾文革家地窖里的尸体 远远不止报道的那么多 只是挖出来42具尸体之后 就停止了挖掘 这个传闻呢 跟咱们前边讲的一个叫人狂魔 差不多 它是埋在猪圈地下 都是传 挖到一半啊 不敢挖了 人太多了 暗字太大了 都是属于传闻 不足为信 1991 那河叫人狂魔 贾文革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